中央有關的部門將會稍後通過多種形式 去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 包括聽取特區政府的其他官員 當然如果再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一定是很樂意提供我們的意見 也都會聽取立法會主席的意見 其他會邀請來發表意見 亦都有香港有關的法律專家 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以及各級政協委員的意見 中央有關部門亦都準備在深圳和北京舉辦一些座談會 等到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有些代表人士、專家、學者亦都可以發表意見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香港社會各界的人士 應該積極參與這些稍後會舉行的各種形式 聽意見的聚會 並且通過各種方式 向我們特區政府、中聯辦反映意見 我們都會及時向中央政府反映的 對香港人士、委員會 是土工人士、每個都會予有主動的